大家好,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澄清两个看上去有点像但是实际天差地别的概念 是assumption和hypothesis 就是assumption和hypothesis它的中文都差不多 assumption是假设,hypothesis是假说 但是它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assumption是你直接认为 就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你直接认为是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基于这个假设,基于这个assumption,你去想其他的事情 hypothesis是一个肯定可以被test的东西 很多时候作为数据科学家,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围绕hypothesis进行的 大家想一下自己在学校里边受的这个训练 就是比如说你学统计,很多时候统计都是围绕这个statistical hypothesis testing去的 你的这个t-test,test的是什么?hypothesis,non-hypothesis,alternative hypothesis 对吧,然后你的AP testing也都是为了test一个hypothesis 如果你没有一个hypothesis来test的话 那AP testing其实做起来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其实不光是用AP testing来test hypothesis 你很多东西也都是hypothesis,然后需要我们用这个数据科学的知识去test 如果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assumption和hypothesis到底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你真的是有点危险了 那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就是我把这两个视频的东西想跟大家比较明白的说清楚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说什么是assumption,什么是hypothesis吧 我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上线肯定大受欢迎 这个东西是assumption 但是如果我说这个产品我给10个人用 5个人都会去使用它 然后这5个使用它的人里面4个都会一直使用它 这个就是一个hypothesis,对吧? 我可以去test 然后你可以说我这个10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代表的是一个random sampling 我应该用一个统计的方法去把它描述的更好一点 让它有一个普遍性 你不能给10个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他们出于什么样的面词都会去用它,对吧? 这个就可以有很多这个围绕testing去做的设计 但是从一开始 就是你提这个问题是什么 assumption和hypothesis都有巨大的区别 那是不是hypothesis有用,assumption就没有用了呢? 其实不是 大家比如说小学都学过物理 不管你学的怎么样都学过物理 物理就是首先有很多assumption 最后才能推导出来那个真正有用的规律 那个公式 就比如说大家说这个真空中的球形机 是物理的一个假设 首先你不可能真空中有一个球形机,对吧?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为了算引力 为了说它是均匀的 为了说它是光怀的 光滑的表面,绝对光滑的表面不存在 但是我们为了去把这些不相干的不重要的 或者说我们暂时不看的东西放到一边 我们就去做一些假设 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看那些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放到一个business的角度 我觉得就用上次那个market interview的例子就好了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上次那个market interview 如果你没有看上去market interview的话 这个题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商家有消费者 我们现在给商家开放了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让商家进行现实打折 就是在有限时间内进行打折的活动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在ramp这个feature的时候 就是说我这个feature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开始去在商家这里看 它是不是真的被商家受到欢迎 这个时候呢 一个数据科学家的工作 就是我应该把这个做成我的hypothesis 是不是受到欢迎 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子去设计我的metrics 是什么 怎么样子取样 然后最后怎么样子去验证我这个hypothesis 可是候选人上了以后呢 就说我们来assume商家们喜欢这个feature 在我看来这是对待对于这个 这道题本身到底问什么的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但是我跟候选人讲了 就是我问的是hypothesis 你直接做了一个assumption 这样是不行的 候选人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 当我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以后呢 留言区域也还有小伙伴来问 就是说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真的会纠结assumption和hypothesis的区别吗 是不是你在吹毛求疵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期视频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真的很值得跟大家讲清楚 那好话说回来啊 我先把这个产品分三个阶段 然后我这三个阶段分别用assumption和hypothesis 去说一下我在这三个阶段的 我的assumption会是什么 我的这个hypothesis会是什么 最后在这个就是两个将对比了以后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做assumption的目的是什么 我做hypothesis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可能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会讲的清楚一点 三个阶段分别是哪三个阶段呢 第一阶段呢 就是这个feature launch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看它对商户 消费者和平台有没有一个短期的好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看它对商户 消费者和平台有没有长期的好的影响 那好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那道题所在的阶段嘛 这个如果是一个hypothesis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feature做出来了 我先要看一下商户是不是真的喜欢它 assumption是什么呢 就是我assume商户会喜欢它 那hypothesis它会代表什么 就是如果商户喜欢它 可能我的repeat usage就会非常高 就是商户用了一次以后会接着用 也可能他一周用一次 一个月用一次 一个季度用一次 或者说他在打折期 Holiday用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详谈 但是起码呢 他会经常使用它 如果商户不喜欢呢 绝大多数是商户用一次就不用了 那接着回来用的人也会慢慢不用的 就是这个产品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自己的 如果我们不给它做点什么的话 这个产品自然而然就死掉了 在商户那没有人用 消费者也看不到 它就自然而然死掉了 这是hypothesis assumption就是好 我们assume商户会很喜欢它 所以说就有足够多的商户 去真的使用它 那在这种情况下 足够多的消费者就会看到它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当然你这时候 你也可以有assume 就没有人使用它 但是没有人使用它的话 当然是不需要做的 我们不管是用hypothesis test 它真的是被喜欢 还是我们有assume它被喜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在有足够多的商户 使用它的前提之下 它是不是能给消费者 商户和这个平台 带来足够多的短期价值 看到吗 就是如果说没有人用的话 那当然第二个问题 也没有必要了 是吧 如果第二个问题 不成立的话 第三个问题也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们就真的是 一步一步来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看呢 如果assumption是什么 就是它在短期 对消费者 商户和平台都有好处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 sume它的这个 到底好处是什么 我们hypothesis是什么呢 hypothesis就是 它可能有好处 可能没好处 对吧 好处可能就是说 商户如果使用了它以后 它就会带来更多的购买 甚至说 它在购买完了以后呢 很多这个消费者 都会继续在这个商户订餐 因为比如说 它通过打折被吸引过来了 然后发现 诶口味不错 那它就不打折的时候 也会来买 这个就是一个中短期 到中长期的一个影响吧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 很多network以外的时候 接下来讨论 但是它考虑了retention retention一般是一个 比较这个中长期的东西 那消费者呢 就是消费者 他打折了 然后他来买东西更频繁了 那这样的话 对这个商户 对平台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们消费者的 engagement变高了 那我们假设啊 我们那好 现在我们假设一个情况 一个情景就是 要么我们assume 它是有好处的 要么我们test这个hypothesis 发现它是有好处的 可能是通过一个AB testing 就比如说 我给一些商户这个feature 给另外 不给另外一些商户这个feature 然后发现给商户的 在同时间 然后这个给这个feature的商户 他们就是这个engagement revenue什么的增长 都比这个不给这个feature的要好 而且他们的usage也非常高 那就那就好 我们进入到第三个 长期有没有好处 长期的hypothesis是什么呢 它也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我提一种情况 可能为什么短期好 长期不好 就是你短期有各种各样的折扣 你可能一个商户打折 每两个折打一次折 但是你平台上很多商户 就很多 每天都很多商户在打折 最后你就培养消费者 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他每天上来 只找那些打折的产品 如果不打折的话 他就不吃了 那最后可能短期来看的话 这个每次打折 都会带来一些 这个销量的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 这是一个零合游戏 就是我们的总量没有增加 消费者的总量没有增加 或者说总量增加的不够多 然后我们又养成了一个消费者 只买打折品的这个习惯 最后就导致了 我们平台上商家的 平均利润降低了 最后这个商家 长此以往 他赚不到钱 他就走了 去别的平台了 这是一个可能性 是吧 这是诸多可能性之一 但是这也是一个 可以test的hypothesis 我们就可以在围绕 这个长期的东西 去design一些test 看一下它是不是 长期真的有不好的影响 那好 那这一步 我们其实在做这个feature的话 一个负责任的数据科学家 就应该把每一步 都去进行test 你在验证前一步的hypothesis以后 你还要再进行去验证下一步 整个你发现 大家又喜欢 又有好的短期影响 又有好的长期影响 那这个feature才算是成功了 那hypothesis干什么用的呢 hypothesis其实就是我们 比如说在brainstorm的时候 就很有用 我们就可以brainstorm说 假设我们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很多人喜欢 而且这个assumption 有的时候 我们也有不同的fidelity 就是不同的信心的 比如说我们做了user research 然后我们可能去跟商家开大会 然后商家说 请给我这个feature 那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很强的 这个预感 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就有很多人使用 那没问题啊 我们在built这个feature之前 我们就可以去assum 它做出来了 就被很多人喜欢 那我们在这基础之上 我们还在进行去考虑 它会不会给商家 带来短期的影响 也许我们通过一些historical data 比如说我们一个商家 每当activate这些新用户以后 它的这个retention都很好 那可能这个东西很多retention 都可以被carry over到 打折activate的用户上 不一定成立 但是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就说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可能可以去考虑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在短期 给商户带来成功 当然如果说能的话 我们也可以先直接assume 它短期能给商户带来成功 那我们再去看看 它长期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说不定你assume前两部 然后你去看了第三部 你发现不管怎么样 第三部都没有办法 给你的平台长期带来正的影响 那你就不需要做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assumption 是在你去抓住主要矛盾 抓住关键问题的时候 非常有利的武器 就像大家学无理的时候 你只有assume掉了一些 很多这个trivial 或者说次要的问题 你才有可能去做主要问题 或者说很多主要问题的情况下 你做好了assumption 你最后才能发现 这个产品的成功或失败 到底是因为哪些关键的事情 关键的假设没有成立 当你在做的时候 你也可以围绕这些关键的假设 去把它变成一个hypothesis 去进行test 以上就说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说的清楚没有 因为内容还是挺多的 而且说的挺快 如果大家没有听明白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有什么觉得更好的方法 或者说一些不懂的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跟我聊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